脑力劳动的实际价一 人的一般劳动是脑力劳动 一,智力和体 智力和体力是任何工作的人都 智力和体力是自然力量 性化产生 但智力和体力是有根本的区 智力尽管也是一种自然力量 但它已经演变成一种特殊的力量 智力具有有别于一般的燃力 也有别于一般动物力的性质 仅目的性、意志性、思维性和畜性 这些智力的特性统一与创造性 但是体力不同 尽管体力也不同于一般的 但是它与一般的动物力 并无本质的身体力量 是没有目的性 意志也没有思想性和创造智力 是人力的一种 而体力是一种进化过程中 由于脑子不变 动物力发生 盲目从而形成了目的性 体力随之演化 于脑力二 脑力劳动是人类的普遍 它的本质就是一般的劳动 是人的一般劳动 对于劳动 马克思在基本上中有过专关于人类劳动 与风筑潮行为的区别 马克思明却指出了专属于人类劳动 马克思资本位 一卷两百一 二零月人类劳动 1975年,动物是个本能劳动性,马克思主义在分析劳动过程,也就是具体劳动时, 把构成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归纳为三个部分, 即有努力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现象和资本, 马克思认为劳动本质一定利益,而是有努力的活动, 从人类质疑和体力上的分析和区,只有质疑才能达到目的因子, 不难得出这样的解,只有脑力劳动才是劳动本身, 也就是说,只有脑力劳动才是一般的劳, 人类劳动是人类的质疑,无论质或种, 尽量或描迫,其不变形都属于脑力的脑力劳动这一本质, 没有任何具体劳动, 具体劳动有无可及其唯一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只有脑力劳动才是人类劳动, 而脑力劳动则是人类唯一的劳动, 目的性应治性,资美性,创造情是决定脑力小身体量, 因为有这些特点的因子, 用体力进行的活动,其体力活动不能称为体力劳动, 体力活3,体力活动对劳动的身体的力量, 并不是人类特有的能力, 人类的体力,动物的体力没有什么物质的是一种自然意义, 绝对不能称之外, 另一方面,动物的体力活动也不需要劳动, 因而不能把动物的体力活动称为体力劳动, 这里否定了体力是劳动, 劳动包括体力劳动的传统体验, 但我们并不否认体力在劳动中有其作用, 那就该如何看待体力在劳动中? 我们认为, 人的体力活动属于劳动资料的滥酬, 宣传的力量是最原始, 最基本的劳动资料, 智力是劳动的原动力, 智力可以支配体力和通过体力来完成劳动过程, 实现具体劳动力量和矗力力量相似, 矗力电作为劳动资料, 劳动过程中的价值转换, 一个产品它本身的价值没有增长, 同样人类的体力也是如此, 只是将自己的价值比如入手转移到新产品上, 而不过超现代科学的发展, 已经实现了原型人们通过语言控制计算机的操练, 也不再是科学幻想, 也也是大脑的功能, 而K身体的机器人学的发展使人能够抛开体力, 完成劳动过程, 二,智力劳动的价值是, 劳动价值理论认为, 价值是由劳动凝结在商品上, 智力理论不疑是肯定的, 劳动价值各种却始终认为, 劳动包括质力劳动, 合作人工和脑力共同决定商品的价值, 从我们对脑洞的认识上来看, 力量会得出商品的价值是由你结在其中的人类, 脑力劳动所决定的, 货物价值不包括任何所谓的质力劳动, 脑力劳动是做成价值的每一质商品经济社会的脑力劳动, 具有自身大救人类一般劳动而言, 商品社会的脑力劳动, 就是具体的劳动, 而脑力劳动就是用普通商品来生产一般商品的脑力劳动, 可以从商品社会抽象出来, 成为商品社会的抽象劳动, 即商品劳动, 商品社会中具体劳动是按照商品目的, 而进行的个体脑力劳动, 不是按照一般商品目的, 即商品劳动的概念, 即商品劳动, 脑力劳动产生于商品的价值, 我们对商品价值定义的新论局, 可称之为质力劳动价值论, 三, 创造价值, 生命消费价值和生物商品价值定义的新论, 可称为劳动創造价值, 阳性的所谓体力劳动也是劳动的观点, 坚持只有脑力劳动才是劳动, 然后得出脑力劳动只是脑力劳动创造价值, 而体力活动消耗价值, 剩余价值是智力创造价值和体力活动消费价值之差, 阳性所谓体力劳动也是劳动的观点, 坚持只有脑力劳动才是劳动, 得出脑力劳动是脑力劳动创造价值, 而体力活动消耗价值, 剩余价值是力创造价值, 体力活动消费价值差, 智力活动与体力活动最基本的区别, 体力活动是非创造性活动, 脑力劳动是创造性活动, 我们所说的创造性功能是创造价值劳动的新价值, 不管是动物的体力活动, 还是人的身体活动都没有这一特点, 可想见,如果情形像动物一样, 靠自身的人类就不会这么快地脱离动物业, 直到今天撤回人口的技能之外, 这显然有很大的作用, 这就是人类脑力劳动的创造最新的意义上, 脑力劳动就是消耗的脑力的一伤, 体制会中一伤, 也作为劳动, 形成伤, 科学发明和重大决策作为脑力劳动, 常常创造出理想不到的巨大价值, 也就是产生了巨大的创造价值, 而且这真是脑力劳动的一个显着特征, 这一面劳动能创造多长价, 在这之前, 我们还不能精确地找,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 为什么经济学家们会在一个生动的, 快速变化的经济, 二, 身体消费价值或体力消费价值, 人类生理活动及体力活动是人类生存繁殖的基础, 按照社会惯例, 人类只要出生, 就拥有生存和繁殖的权利, 一个社会必须为其生存和繁殖提供必要的福利, 每个人都需要这种福利保证, 这种对幸福的最低标准, 应该是维持个人身体和身体活动的需要, 又来维持个人身体体力活动所趋的消耗, 成为生命消费值或体身体的消耗价格, 或者说体力消耗的价值, 都是来自脑地劳动的从生理角度讲, 它是脑地劳动的消耗, 为止消耗只是个人生活费用, 而非个人的全部生活资料, 其价值等从非劳动能源, 自力生活保障费用, 就人类而言, 世界消耗主要表情在两方面是消耗轻易, 一方面是消耗轻易, 一方面是消耗轻易上的轻易消耗, 另一方面是生前一种是劳动, 后一种是消耗, 一个是创造价值, 一个是消耗价值, 因此马克思提出的劳动的生理, 一以上是劳动力的消耗, 这一问题是有争议的, 记得订阅 Stuart支持 saying goodbye to you.